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哨塔 在10号遭到以色列军队坦克的袭击 造成了两名维和部队人员坠落受伤 另外也传出其他的据点 也被以色列的军队给开火 现在包括车辆通讯系统 监视摄影系统都出现了损坏 而对此贺锦丽已经公开表示了 她说必须达成停火协议 这两天也看到了拜登总统 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9号 进行了时隔将近50天以来的首次对话 就是通话 讨论的是什么呢 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而且现在看到就是以色列现在 对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攻击 这件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 那黄老师您觉得 因为现在对拜登来说 他一向自诩是外交老手 不过现在面对纳坦雅胡 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感觉 怎么办 拜登确实是美国历任总统当中 这个等于是处理涉足外交事务 从参议员开始 超过40年的一个人物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外交老手 他对于世界各国的很多情势 他很清楚 那么可是现在这个局走到今天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中间谈到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情何以堪 老实讲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就一直在处理伊朗和协议的问题 可是他担任四年的总统 他并没有继续 除了气候变迁的部分 他有点修正川普的路线 但是在伊朗和协议的部分 他等于是没有去碰 那你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以色列你不会想到 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会把它倒推回去 又到黎巴嫩又到伊朗 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Bob Woodward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War 战争 那里面就有描述 这个拜登跟以色列总理 Natan Yahu之间的这个对话 那你看到其实你也会很惊讶 就是以色列总理几乎不理他 就是说他怎么劝 甚至他叫他的小名 叫他BB 说你不要乱搞 可是Natan Yahu 在电话里没有答应他 挂了电话以后 本来要干的事情还是干 那么我把这一种 当时就把我这个书里面 所描述的拜登关系 而且那个电话是很久没有通话了 那现在今天我们 终于又通上话 但这个通话有没有效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先问您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没有效 为什么 因为下面我要讲的就是 Natan Yahu 趁着这次的机会 他要重塑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个政治版图 那这个政治版图 就是让以色列获得更多的周边缓冲的区域 所以不管是约旦河西岸 加萨走廊 或者是黎巴嫩南部 就是以色列北边 他都要增加更多的缓冲 那么他又对真主党哈斯巴勒 哈马斯的这些领袖 又击杀了好几位 那么后面等于就是剑指这个伊朗了 我觉得真正的根源是在于伊朗的核能力 就是它的浓缩又提升 提炼已经到90% 那么所有的专家都预估 在未来最多一年 伊朗就会有核弹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 就是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做 我等 等它拥有核弹以后 我们再应付拥有核子武器的伊朗 还是说我现在要做 另外还有一个小原因 就是美国在大选 这个所以以色列现在在中东 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十月旌旗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拿谈亚呼 就是甚至很多以色列现在的战斗内阁 想要听劝的是没有用的 老师我请教你 现在面对这个到11月5号以前的 我们讲说战略空窗期 那在这个空窗期里面 你虽然说拜登他不选了 可是他总得为他的民主党着想 想办法得让贺锦丽 就是民主党继续执政 你觉得拜登还有什么招呢 以对以色列或对拿谈亚呼的影响 拜登我觉得他有尽力 你可以看到朱斯 就是他的步骤他都有做 问题是以色列的决心拿谈亚呼 他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去处理 我并不是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场 或以色列犹太人立场 而是说今天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要不要等 等对方有核弹以后 再去应付更大更难处理的危机 还是说现在猫起来做 在那以色列的立场他一定不想等 比如说联合国的这些哨所 对不对 而且他攻击了 老实讲他不想杀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要打的是可以监视他行动的东西 关通系统然后把它破坏 这种东西我的直觉就是 他又下一步行动再做准备 所以现在就是在安心说 中东的战火万一一处 就是说一发不可收拾的话 怎么办 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 为了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五角大厦在今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在中东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五角大厦曾经两次不得不从太平洋地区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的印太地区 调走一艘航母 导致亚洲地区连续好几个礼拜 都没有航母驻扎 那么另外五角大厦的统计是 过去一年美国在中东的战斗机数量 增加了将近一倍 增派了数百名的空情人员 来支援新的F-15E攻击鹰 还有F-16A-10以及无人机的中队 另外还加强了他们在伊拉克 叙利亚跟沙地阿拉伯的防空力量 来保护美军不受到伊朗支持的代理人 像最近这个真主党也好 这个叶门情人运动的攻击 然后紧急将一些爱国者反导系统 重新部署到中庸地区 现在看得出来是美国压重兵在中东 甚至把印太的军力都调过去 那对于伊朗的威辙力量 刚刚特别黄老师讲到了 就是担心这个在核武成熟之前 得先把你压下来 那建长您怎么看 对于伊朗的威辙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有怎么评估现在美军调到中东的整体战力 如果说我们来看就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其实它开启的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新形态的作战 然后其中有夹杂着无论是狗尸或者是匕首 这种高超音速的飞弹 但是真正实际上投注在战场 而且有反击能力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场 那当然美国现在的美国多年以来的作战 它都是以航空母舰打击群为核心 那所以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我们看航空母舰的位置 其实也就很清楚地表露了 现在美国总统的心到底在哪里 那因为他们那个USNI的每一个例行的 这一个更改的时间大概都礼拜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那之前我们看到的也就是罗斯福号 其实在我们东亚这附近 也就在菲律宾海的部分 其实它也已经慢慢地跨越这个国际幻影线 其实往美国本土前进 现在的亚洲这个部分呢 又变成一个空窗了 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两艘航空母舰 实际上现在只有一艘 也就是林肯号在这个位置 当然他们又派了这个杜门号 那也准备要进入地中海 来作为另外一支航空母舰的作为 不过这一个作为其实就是真正 它没有办法对于伊朗进行压制 它真正进行的是对于以色列的防护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其实在今年的4月14号 伊朗进行了大规模 也就是324枚的 无论是无人机巡弋飞弹或弹道飞弹的攻击 但是那一次的攻击 其实好像没有怎么成功 大部分超过96%通通被拦截下来 可是这个拦截下来 其实给了伊朗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讨论饱和攻击 饱和攻击不只是数量的饱和 那还包含了无论是方向的饱和 以及战斗系统 我怎么样饱和你 因为在这三种不同的这种攻击武器 它在不断地变换它的攻击位置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的战斗系统它会不断地更替这个priority的排序 那在这个排序过程当中战斗系统就会被保了 过程中也在找漏洞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一次找漏洞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在10月1号的攻击中 这只是以色列的其中一个机场 因为大家比较重视这个 而且因为这个机场 其实可以从Google 它有这个卫星的照片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一共被打了32个洞 那这32个洞实际上的各种状况 它其实是不一的 那我们目前大家研判说 只有一个机库被命中 其实不止一个机库被命中 有很多个机库被命中 只是它里面放的是不是F35i 不确定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破的机洞 那么机库它是更糟糕的 因为它里面可能放的是 它们的预警机 那我们这样讲 美国不断地派这个航空母舰 到世界各地区 像这次杜鲁门号又前往这个地中海 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个它的人员以及装备都是问题 这个是我们看到美联社的一篇报导 现在美国海军对于它上面的这些士官兵 以前要求的是要有高中文凭 现在不用高中文凭 也就是基本上来讲 你高中一夜也可以来 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没有人要去 所以你点出了它兵力素质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海军一直都称之为是一个科技的军种 那而且海军大家看到好像在海上执行任务 可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非常多的准则教范 要遵守的 那这一些如果它在高中学业没有完成 是不是能够应付这种高强度的作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现在大家在谈的就是伊朗 它是不是法塔赫飞带它真正使用 其实在上次4月14号的时候它有过一次 这一次它更大规模的使用 我们看到这一型飞弹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它摆的是一个模型 这是一张照片 这是1号 这是2号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1号实际上来讲 这一次在战场上找到的残骸 其实跟它在展示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所以也就是法塔赫它实际上有运用在战场上面 而且它是不是达到所谓的高超音速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它前面的这种构型 其实它已经满足了所谓的双锥体可控制翼 这种都是高超音速的一个样态 另外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2号 2号的部分它更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所谓承波体 那这一种飞弹其实它真正的问题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做预警 那这个也就是说 美国即使派了这个爱国者 或者是派了这个各型的部队去 其实它只是巩固它在中东的部队而已 它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资源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其实在去年10月7号 爆发这个洪水行动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已经送了非常多的爱国者 以及萨德系统就已经到达了这个以色列 那这一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大家都认为他们的防空只有一层 就是铁穹事实上不是啊 他们以色列的防空是非常缜密的 也就是在300公里以下除了铁穹之外还有大尾投尸 再高一点也就是300公里到1000公里 它还有箭射二式 它还有箭射三式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发挥效用 我们可以做的研判也就是可能就是遭到高超音速飞弹的攻击 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地中海的驱逐舰 它说它曾经发射了标准三型跟标准六型起飞拦截 那它为什么要拦截 它为什么在那边负责以色列的防务 其实除了负责以色列之外 它有另外一个功用 也就是这一次有真正作战用的这种高超音速飞弹 我来拦截看看 我来征收看看 然后增加的这一些经验以及素质 然后我加强我的准则叫犯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讲 美军当然它可以巩固它自己在中东的基地 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 可能有一点点后继无力或者是边场莫及 所以在这次的整个攻防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应验了一句俗话说 这个百密总有一书 那当然现在看到美国压重兵 我特别看到一个重点是 压重兵并不代表出重兵 它不派的 它现在当然就是符合 但最后符合美国出兵的原因 一定是前提就是美国遭受到了攻击 美国的这个军队 或者说它的整个装备遭受到的攻击 确实的被攻击 现在看到说以色列他不断强调说 他就算一打七 他同时开七条战线都没有问题 确实以色列的军力 恐怕比周边的这些中东国家都还要来得强 可是最近打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怎么回事呢 因为联合国对于最近以色列轰炸 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特别是引发了担任这支维和部队主力的意大利强烈的抗议 土耳其外交部也谴责以色列针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攻击行动 并且补充表示说安卡拉加会持续的支持类似的维和倡议和架构 而美联社的报道说 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党冲突持续升级的同时 在地中海地区的九个欧盟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 承诺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重新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领土 并且呼吁进一步要支持黎巴嫩还有他们的人民 免受战火波及的地区希望能够带来和平 九个国家分别是马尔他 克罗埃西亚 塞普勒斯 法国 希腊 意大利 还有葡萄牙 斯洛维尼亚 以及西班牙 好 这时候也看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就进一步地跟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加兰特 他们两人通了话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奥斯汀表示说美国将会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也重申美国致力于透过外交的安排 让黎巴嫩还有以色列的平民能够安全地回到家园 但摆在事实的眼前就是在这个攻击行动当中 以军是打到了这个联合国的威和部队 然后造成了两人受伤 所以大使我们现在看到最新 当然今天我看到的是 法国跟意大利还有西班牙已经共同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这个军队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 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也要求停止向以色列供应用来打加萨跟黎巴嫩的武器 所以现在九个欧盟成员国共同发表声明 他所代表的外交意义 还有以色列如果继续的执意要打下去 他就是不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外交风险 我觉得这九个国家基本上是做做样子啦 做做样子 动动嘴啊 他可以跟以色列断交 他可以召回他大使啊 对 他可以在联合国发动这些谴责的决议案啊 这个发个联合声明 不痛不痒啊 这只是象征性 并没有实质的动作 这个很微弱的象征性的举动啊 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打黎巴嫩跟以色列打加萨完全两回事啊 黎巴嫩是独立主权国家 以色列把他军队堂而皇之开中了别人的领土 这跟俄罗斯打乌克兰有什么不一样 对 那为什么打乌克兰的时候 这个美国跟欧盟国家另外一个标准 那么以色列打黎巴嫩 好像黎巴嫩是以色列的领土吗 而且打进去黎巴嫩境内之后还升起了以色列的国系 对啊 那又如何呢 对啊 那现在这个普丁已经被国际刑事法庭已经通缉了 内坦亚胡呢 内坦亚胡他在这个加萨地区 光仅仅一个地区造成的这个死亡已经四万两千多人了 从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啊 对这个已经就是种族灭绝了 那这个西方他们所建立起来维持社会国际社会正义的国际罪犯法庭 罗马公约难道是指胡的吗 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啊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根本不在乎他们 而且 11月5号以前 他怎么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是这样吗 11月5号以后搞不好更像这么打这么打 哇 所以以色列就是有恃无恐了 而且现在基本上他在这个 不是只打了这个黎巴顿的南部啊 他连续攻击贝鲁特已经上百次了 造成的伤亡也相当的大 而且大部分的又都是平民 你能够说这个拖出来尸体 这个是珍珠党 那个不是珍珠党吗 他打的都是民宅啊 所以现在以色列 他已经把他跟这个2006的时候啊 当时这个啊 他入侵这个黎巴嫩的时候 打的这个范围啊 已经扩大一倍了 他原来就是说 上线就是往北的界线是立塔尼河 立塔尼河距离 以离边界是30公里 那这个立塔尼河也就是 2006年以后 战争以后 国际联合国介入以后 他所愿意 他所愿意维持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区 那这个中立塔尼河往南 一直到这个 以离边界 一共是30公里 可是以色列现在宣布的 希望这个黎巴嫩民众撤离的地方 是再往 比立塔尼河再往北推了30公里 那到这个阿瓦利河 阿瓦利河距离这个 以离边界是60公里 而阿瓦利河距离贝鲁克 只有30公里 也就是以色列现在公然宣布 要打击的目标 已经占现在黎巴嫩三分之一的国土 他爱打哪里打哪里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那最好笑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 这九个欧洲国家 他们可能要去查一下 他们的武器有没有用来打 现在有没有被用来打 这个黎巴嫩的目标 有没有参与 间接参与 不要光说不做 对 他们要看一看 打到他们哨所的 那个 违和部队哨所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坦克车的那个炸弹 是美国做的 还是欧洲做的 对 他们自己要搞清楚一点 不要在那边演这一出 那觉得要很 怎么讲呢 很虚伪的一场 虚伪的戏 大使刚才一句话 点出重点 这九个国家 要么你就是 除了表态以外 你有没有更实质的 比如说像断交 这可能就是一个 很猛烈的行动 那说到断交 确实 那从这个 尾巴冲突 十月新一轮的 这个爆发以来呢 已经陆续有多个国家 宣布就和以色列断交 2023年 10月31号 先看到玻利维亚 宣布跟以色列断交 再来就是智利 宣布召回 驻以色列大使 2024年5月 格伦比亚 宣布断绝 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而最新的 就在这两天 尼加拉瓜政府 也发布公报 他们宣布 跟以色列断绝 外交关系 看得出来 都是南美的国家 比较多 土耳其方面呢 现在也表示说 他们有可能 跟以色列断交 好 现在最新的是看到 尼加拉瓜 也宣布跟 以色列断交 当老师 那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像刚刚大使也提到了 欧盟这九个国家 你虽然表态了 可是表态归表态 你有没有实质 能够去协助 扭转这样的一个 态势的行动 但断交 南美国家 已经陆续一二三 可是以色列会care吗 到目前为止 不会care了 因为这些国家 都不是很重要 而且是十万八千里 根本就对以色列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断交呢 我觉得说应该是从 这个狭义的 这个国家利益 跟广义的国家利益 这两个层面来观察 所以狭义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国家 跟以色列什么关联 比如说这个国家里面 比如说智利 智利他是召回大使 可是智利里头 他这个国内 有将近五十万的 这个马拉斯坦人 可是他什么呢 都是基督徒 都是很久以前 几十年前 就已经移民过去的 那这些人都抗议 那抗议 当然它就影响 它内部了 那你比如说 像这个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还跟这个以色列 都有安全合作 我帮你造武器了 我跟你这个 在战略上 有什么样的合作讨论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好了 现在全部断了 那这个东西 当然了 你说对以色列 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 不能说完全没有 大概就那么一点 有一点点的影响 那这里头呢 再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刚讲的 外部的 或是广义的 这个国家利益的话呢 就是美国了 就是美国的角色 因为这些国家 你看啊 玻利文亚是10月31号 因为它7号打的嘛 那31号就很 反应说反应很快了 那他们的这个理由都是什么 你是法西斯啊 你是这个人类灭绝啊 你是这个 这个纳粹啊 什么都讲这些嘛 对不对 那这些是他们自己发动的 那可是呢 这些 那个时候 在它发动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 刚刚开战的时候 美国的态度 还是非常积极的 是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这个情况有点改变了 这个美国开始 可能 它还会怂恿一些国家 来跟 以色列断交 所以 背后 其实是美国在 对 那你说这些国家 你说包括什么 玻利维亚啦 智利啦 哥伦比亚啦 什么这些国家 它要做这些 断交的动作的时候 你说它要不要 跟这个美国打个烧糊啊 要知会一下 那当然一下嘛 当然要知会嘛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美国还觉得说 这个反正也 这个国家那么小 也没什么影响力 可是现在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 有一点转变了 对不对 它转变 它觉得说 你这个以色列 你这个太过分了 讲明白点 就是这样 而且这个拜登 还标骂这个张智 还骂那个纳坦亚胡 那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 就让很多的国家呢 可能也会要看风向 第二个呢 美国可能在后面 推一把 推一把的话呢 那你这些国家 你可能 不 我说除了这些以外 那还没有断交的 这些国家 那可能就开始 要有新的动作了 对老师 你觉得断交的效应 有可能会扩大 我觉得会扩大 可是我觉得 这要看 看这个美国的态度 美国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那如果说 你美国在后面 一直在 在推动的话 那这个情况就可能 会比较特殊一点 金融时报也报导说 以色列在 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看来是预计 无法在美国总统 大选前结束 也就是 选前会出现 这个战略的空窗旗 那尽管以色列当局 之前最开始 他们形容说 这次发动这个行动 是有限且 拒针对性 但后来 随着以色列军方 下达大规模撤离 黎巴嫩的命令 西方国家 还有一些地区官员 对于这个行动 能不能够迅速 结束的看法 现在还是有疑虑的 那在这个时候 也看到 北约的新任秘书长 也就是吕特 他在访问英国期间 就表示说 就法律层面而言 乌克兰是可以打击 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至于是否允许乌军 使用西方军援武器 这么做 将会交由 各别国家来决定 这简直就是 好像在推坑 那是 这等于说了没说 吕特的说法 其实就是要 泽伦斯基 现在一个一个 去跟这些欧洲国家 去说服 透过外交方式寻求 让他们能够开绿灯 让这个西方国家的军援的 尤其是远程飞弹 能够打入俄罗斯境内 但是 怎么观察 这个事情 接下来的发展 还有就是 现在的这个中东局势 刚刚提到说 以色列现在是不受控的 对美选的影响 对 现在以色列 事实上 它也是一个战略的空窗期 它基本上 我觉得它现在 它说七线作战 其实基本上就是两线 那也可以严格说 就是一线 它现在就是 集中精力在打 黎巴嫩 它把黎巴嫩 它的所谓有限战略目标 针对性 它一直就是让它的北部 以色列的北部 这块区域 让它的这些 现在逃离的一些 以色列的公民 再回到北部 因为它一直受到 真主党 这些火箭 还有这些火箭弹的攻击 所以它要把它 那个北部地区 再恢复成 可以适于人居的 所以它要 本来是30公里的 这个缓冲区 它现在已经划到60公里 那也就是让你 这个真主党的这些 火箭弹攻击 对于 起码以色列北部的 威胁少一点 那 现在它的部队 已经进去了 一万多 一万多人了 有四个师 都已经 有三个师 都已经很明确地 进入到这个据点 进入到这个 黎巴嫩的境内了 所以不会 除非遭到了 重大的伤亡 除非遭到了 这个严重的抵抗 那它是不会退出来的 它会一步一步地 瓦解掉这个真主党 过去大概从2006年以后 在这个区域 所建构的各种防御公式 跟它的这种军事建设 最终目标是 瓦解真主党 也不见得是完全瓦解 不过它要瓦解真主党 攻击这个 以色列的北部的能力 减少威胁 减少威胁 那能够把它打弱到什么程度 就看这个环境给它多少的时间 因为其实以色列 它的战略战术也是蛮灵活的 它都看什么呢 它第一个 看着它的对方的 对手的抵抗能力 第二个 它看这个国际社会的反应能力 其实它在这个加萨走廊 这一连串的这种 四刀四枪 事实上给它的是鼓励大于这种限制 所以它本来到了黎巴嫩 你看它刚开始还是蛮谨慎的 现在不管是远程轰炸 还是地面部段的作战 现在连联合国维和部队一起打 意思就怎么讲 就是说穿了 就是软土伸掘 能透清骨 因为它觉得很好打 因为好打 国际社会也没人敢打它怎么样 所以它就尽量打 倒是你看它对于伊朗 它现在还是投鼠即棋 因为为什么 因为伊朗的飞弹 是超乎它想象的那个攻击能力 穿透力很强 对不对 而且爆炸的能力也不差 而且现在伊朗很难说 外界也传说它有三颗核子弹 所以我觉得在国际社会就这样 都简直软的吃 你受到的抵抗越小 你受到的阻力越小 你就是继续往前打 而不是往后退 所以我觉得现在离南的这个情势 因为真主党比想象的 它的抵抗能力是弱的 另外国际社会 也拿以色列 根本就拿以色列 其实实际这个行为 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入侵 一个主权国家 对不对 可是你看国际社会 没有什么 美国还照样 给钱给子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变成 西方这些国家 真正现在都是纸老虎 第一个被以色列看穿 第二个呢 也被普丁看穿了 你说这个吕特跑到英国 讲这句话 真的是讲得跟没讲一样